大陸解放军东部战区 今天透过了微博表示 将在台湾周边组织海空联合军演 而这个时间点就刚刚好 落在我国副总统赖清德出访 并且过境美国返台之后 在这个部分 解放军东部战区的新闻发言人 就宣布说将在台湾周边组织海空联合军演 重点是在演练舰机协同 还有夺取治权等等 要来检验的是战区部队联合作战的能力 同时也强调 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 与外部势力勾结挑衅 这样严重的一个警告 至于在专家的部分怎么样来看呢 我们来听听张静老师的说法 操演的科目最主要是基建协同 以及夺取制空以及制海权 但是从发布的层次 以及并没有管制海空域 更没有实弹操演 我们发现这次的操演 虽然没有直接点名 赖清德副总统过境美国 但是强调他是要针对台独势力跟外国势力相互勾连 所以以不点名的方式精巧的设计 作为中国大陆对于赖清德副总统过境美国所提醒的反应 所以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下列几个重点 第一个中国大陆显然是在整个事情结束之后 依据赖清德副总统在美国过境时间的发言 然后提出适当比例性的强度性的操演 所以从他的强度以及宣示的整个过程之中 还有操演的科目之中 我们可以获得这其中之间的关联性 第二在这个之前很多军事专家 尤其在台湾的各个很多的媒体之中 跟随着这些军事专家起舞 有位军事专家声称 这个中国大陆将会在赖清德副总统过境美国的时候 夺取东沙澡 现在显然牛皮已经吹破 同样也有人去声称 雷根道航母战斗群在台湾东部海域那边活动 这个去查原来的新闻会发现这是毫无根据 因为有华盛顿时报的记者在那边穿着附会 在那边创造这些讯息 我们要了解中国大陆对于赖清德副总统 在过境美国所参与的各种活动 他采取了比例性的反应 但是也充分的表现运用军事的活动 表达了他的政治的姿态 servers瓶来了 都会在倍朱的人 地培听 suspend 下个一门 最后华盛顿时报 可以一起订阅